那今天我们来试驾的车型 就是比亚迪最新款的唐的DMP 那对于这台车 大家的兴趣点肯定就是在它的动力啦 官方的百公里加速4.3秒 一小时我们下去魂都飞后面了 你还在前面跑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一些 大家一直知道的 很有键盘值的东西 比如说就像是它的 Brembo的六活塞的卡钳 那这个的刹车小感真的没话说 除了初段有一丢丢的小虚位以外 如果你踩过了这一段以后呢 整体的就是 你在那些飞载改装的 Brembo刹车上面 就能找到的那种感觉 除了这个以外呢 其实在最新款的唐DMP上面 还有几点大的更新 第一点呢 就是它的DX什么可变悬架 那其实呢 就是一个电磁悬架 能进行不一样的舒适性的方面的调整 而且说到这 要说的呢 就是在新款的唐DMP上面 它的底盘的调校 在舒适性上面的升级 真的是用在TGT里面 Jeremy Clarkson 常说那句话就是 Megleficent 其实对于之前的唐DMP 他们还没有花分IP的时候 那款车型我是试驾了很多次 它的底盘的舒适性 只能说是 在当时的比亚迪来说是最好的 但是在这台车上面呢 比当时那个比亚迪的最好 还要好上 非常多 悬架的舒适性上面的进步 就非常大 没有那种虚 没有的那种晃的感觉 整个底盘 是能感觉到 四个轮是非常贴服的 包括 它整体的车身 也是非常的贴服 被悬架拉在轮子上面 而且它整体底盘上面的绿震的升级 也是非常明显 像现在已经调到了舒适的模式下 过一些路面的接风 小坑小坎 真的在车里面都感受不到 那如果要挑那么一点点不好呢 就是即使在前轮的悬架的舒适性 跟后轮的悬架的舒适性 上面我觉得有丢丢那么个小区别 像刚才我在第三排 还蹲了大概10来20公里 确实能感觉到更多的路感 而且当过一些比较大的坑 或者说是比较高的 减速带的时候 回弹的那一下能感觉到 震动传递到车内有那么一点 直接跟前排的乘客的舒适性体验 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打折扣 当然了像这台车 它的发动机是放置在前方 包括它的电控也放在前面 所以有更多的重量压在它的前轴上面 所以在物理意义上面说 前轴对于直接震动传递到车内反馈 对啊更能压得住那么一点点 所以在后排第三排的乘客 可能就要除了空间上面 还有悬架底盘的舒适上面 要委屈那么一点点了 那除了它的悬架以外 还有一点大更新 就是在这一代的唐DMP上面 已经没有了 以前的四式双离合的传统变速箱的结构 全都是变成了ECBT的单速的电磁变速箱 所以它有更多的空间 去放置更加大的电池 所以这台唐DMP它的电机动力更强 但是它的纯电续航也来到了215公里 那个变速箱腾出来的空间 除了让给了电池以外 还让给了一个东西 就是一顿差速所 对我们这台车是有一顿差速所的 所以更能应对一些越野的路面 那可能大家就问 一顿差速所究竟是什么 那其实它并不算是一个新东西 反而是一样蛮老的东西 在十多年前哈佛H5上面用的 就是一顿差速所 它跟我们熟师的脱身差速所相比 其实它们都是纯机械的差速所 但是脱身差速的 它的机械会更加的精密 包括它整体使用起来 并没有那种顿挫冲击的感觉 会更加应用于像奥迪上面的那种高阶车型 那对于一顿差速所来说 它的结构简单 而且成本更低 体积更小 而且也足够的好用 足够可靠 因为它是纯机械的 那对于唐DMP来说 大家除了重视它的动力 它的操控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空间跟家用 或者说是商务取行 那其实对于它的物理尺寸来说 它并不算是特别的大 基本上就是中型到中大型之间 刚刚好到中大型SUV的这一条线 再加上它有一个大电池 所以它整体的车内空间 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仅仅是够用 所以相比于同级别的一些燃油SUV来说 可能它的空间没那么大 首先门槛就看到了 是比较高的 好的 第二呢里面的空间对于三排的座位来说呢 不能说是特别宽敞 但是绝对是够用的级别 那像现在我们坐在它的中排座椅 已经调到最后的位置了 那前面也是调好了一个 比我瘦一点的人的比较舒适的座姿 那腿部空间呢 有一拳多三只左右的空间 头部空间也在一拳这个样子 那整体的二排的舒适曲心 如果你想要跟MPV来相比的话 肯定是没得比的 但是呢对于同级别的SUV来说 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而且这台车它在中排的配置呢 也非常高 有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 座椅按摩 还有电动的全向的调节 包括腰拖腿拖都有 而且呢这里呢还有一个小扶手 而且是可以变形的一抹 这里就可以伸上来 给你一个更加好的 可以拖住手部的这样一个空间 那对于后面的第三排来说呢 也是有这一个级别的SUV的局限性在 只限它有个大电池 所以它的地台会比较高 而且呢 整个唐DM它的设计曲线 是比较偏六倍那么一点点的 所以它的第三排空间只能尽力的给你做到更加长的坐垫 更加厚的坐垫 包括更加高的靠背 但是呢整体的坐增呢 还是偏蹲那么一点点 不过刚才有说得益于它整体的底盘调校的升级 其实在第三排坐着 刚才我坐了20来公里吧 也没有特别难受的感觉 特别是过一些小坑小坎的时候 在第三排其实根本没有感觉到 那这就是跟以往的唐DM有明显的区别 以往的唐DM第三排我也试过蹲 但是它的舒适性确实一般 但是在这台的新款上面确实进步 还是那句 Megleficent 总的来说 自从唐DM分出了IP两款车型之后 唐DM的受众人群一下子就拉大了 以往的唐DM更像是一台成本内能给你都给你的车型 不管你需不需要这么强的配置 或者说是这些功能 那现在的唐DM更像是一款车系 跟金玉中大型SUV里客户的细分需求 如果你追求的是家用经济 唐DMI就够用了 但是如果你需要性能 需要更加良好的越野通过性 唐DMP更加适合 怎么说好呢 这台唐DMP应该是属于C端 和B端的共同胜利